9龙西立法会补选结果 明知无望却坚持参选搅局的情况下 民主派阵营亲力支持的工党候选人李卓人在25日举行的九龙西立法会补选中输给建制派候选人陈凯欣 这代表北京对香港立法会的控制有更进一步的加强 根据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26日清晨 最后点票结果显示陈凯欣得票106457票 胜出选举李卓人得票93047票 冯减基得票12509票 以及其他两名得票总共约3000票的参选人 这次选举一共有超过216000名选民投票 投票率是44.4% 这次选举是填补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刘晓丽被香港政府取消议员资格所以下的空缺 刘晓丽因为被指在立法会就职宣誓时不够庄重 犹如基本法而被取消资格 但外界批评 港府只是找寻借口取消当选的民主派议员 巩固清北京建制派在立法会的力量为政府推出的提案护航 研究香港选举的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指出 根据初步的估计香港年轻一代的投票率相对于上一次的选举跌了22个百分点 明显比起其他年龄阶层要多 年轻人冷待这次选举的原因 除了因为对政府肆意取消当选议员资格之外 也因为李卓人本身兼具支联会领导人的身份 是时下年轻人讥讽为左交人物 所谓左交的定义 一般是指在香港推动民主也要兼顾在大陆推动民主 但香港年轻一辈认为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可以跟整个大陆切割 香港政府以宣誓不够庄重为由 向法院对四名民主派当选立法会议员 提出司法复合 法院2017年在后来通过的人大事法基础上 取消了姚松严、罗冠聪、刘晓丽和梁国雄的立法会议员资格 而在此之前 主张香港自治的青年新政的邮惠珍和梁宋恒两人 虽然当选立法会议员 但也因为宣誓不庄重而被取消资格 换言之 经民主程序选举合法产生的议员 也可以遭到所谓宣誓违法的关卡 而被取消资格使得整个选举制度形同而系 相关的香港立法会补选新闻 德国之声也有以下报道 香港立法会补选 民主派分裂而落败 香港立法会九龙溪地方选区 周日进行补选 由民主派李卓人 面对亲中建制派力挺的陈凯新 由于前名写的冯简机 执意参选导致民主派票数被瓜分 最终陈凯新十万多票赢得选战 香港立法会九龙溪地方选区补选唱票 于11月26日清晨结束 陈凯新以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七票 击败李卓人的九万三千零四十七票 独立参选的冯简机 则得到一万两千五百零九票 李卓人落选 代表香港民主派在失去地方直选的席次 使民主派席次维持在十六席 而建制派则从十七席变成十八席 选举结果也代表 民主派无法夺回 当初因庶明民主派议员资格被取消 而失去的关键否决权 获得这关键议席的建制派 将有机会主导议事规则修改 并让建制派主长议会 在中国不断打压的情况下 这个结果对香港民主运动来说 是另一个打击 李卓人在落选后表示 民主派需审视今天的选举结果 但我们也会很快重整旗鼓 并再次替香港人与香港的未来而战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虽然民主派为避免再度因内部分裂 而输了选举 此次集体动员助选 然而最终因为冯简基执意脱党参选 民主派因此流失一些票数 导致李卓人与陈凯兴之间票数被拉开 此外投票率不高 也被认为是导致民主派败选的原因之一 专家认为在建制派票仓稳固 跟冯简基瓜分票源的前提下投票率需超过50% 李卓人才有可能胜出 但根据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 此次投票率为44.4% 与三月的九龙西补选票数差不多 九龙西这次补选主要是填补前议员刘晓利 因签署港独自决声明而被裁定提名无效的空缺 他是最近一位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 中国政府此前一再强调 他们无法容忍任何人试图分化中国领土 今年1月 香港众志的周庭也被取消参选资格 而外界认为该决定与香港众志 一直提倡民主自决有关 2016年时 6名议员应在立法会宣誓时更改试词内容 被香港高等法院取消资格 这结果也让建制派首次在功能界别 跟地区直选的议员其次过半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阿里巴巴旗下南华早报专栏指出 中共党组织应退出私人企业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26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一篇专栏指出 中共的党组织应该撤出大陆的私人企业 文章认为 中国大规模的私企已经越来越像国企 近年来很多都建立中共的党组织和共青团 甚至还有纪律委员会 有北京独立评论人张玲撰写的专栏指出 根据中共组织部的数字 至2016年底 大陆已有68%的非国企已经成立了党组织 大陆的外资公司也有70%设立党组织 由于过去两年来的宣传 目前这个数字应该更高 文章指出 大规模的互联网公司比例更高 几乎所有上市的互联网公司 都有建立党组织 资深的行政人员 同时被委任为党组织的领导 互联网企业 对党拥有最高的忠诚度 为是令人意外 因为这些公司从事的业务 都是非政治性的 但正因如此 这些私企需要向党表态 寻求党的支持 显示他们忠心愿意为党服务 但文章认为 党组织在私企迅速蔓延 并非是一个好的发展 不论从政治或商业考量而言 私企的党组织 并不能加强党的领导 根据现已被当局关闭的 北京独立智库 天泽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发现 超过94%的私企相信 成立党组织 对打好跟政府关系是有帮助的 但少于4%的私企 关心党的发展 换言之 私企成立党组织 只不过是当作自保 或跟政府打通关系的工具 而非对党的忠诚 但健康的政治 绝非建基于恐惧 或利益的基础之上 党组织对私企和外资公司 是一个成本的负担 但换言之 也显示了法治的缺乏 文章进一步指出 看到中国一群私企致富的有钱人 自夸是共产党信条的维护者 难免令人啼笑皆非 例如 京东集团的刘强东 曾经扬言 共产主义将会在他这一带实现 所有的商业体制将会被国家化 又例如 恒大集团的许家印说 他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党给的 而他身为公司党组织书记而自豪 又例如 三一重工的老板梁文根说 他的性命也是属于党的 文章认为 这些成功的企业家 做出上述的讲话 是基于内心欠缺安全感 在公司成立党组织 成为他们抵御政治要挟的护身符 文章最后指出 中国如果能够停止鼓吹 私企或外资公司建立党组织 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将会帮助投资者恢复信心 也会让外国投资者 对中国的经济模式放心不小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国民党为什么会赢 和网路热度的影响力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26日 德国之声报道 国民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中胜出 台湾地图一片蓝天 中国方面诠释为 明星朝向两岸和平发展 但是国民党本身 以及数据专家都认为 原因并非如此 11月25日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中国方面注意到了 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 认为这个结果反映了广大台湾民众 希望继续分享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红利 希望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愿望 然而 对照国民党本身的竞选策略 可以知道 国民党的大胜 与统独欲望 并无关系 国民党发言人 红孟凯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国民党的竞选策略 有两大重点 一是 激起台湾人民 对蔡英文政府的名愿 鼓励选民把票投给国民党 当作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投票 第二是 以全国性议题推动公投 例如反核实反深澳电厂反空污公投 他说 有些案件的同意票数 比全国所有地方首长的国民党候选人得票数 加总起来还要多 这显示 除了国民党本身的支持者之外 也有许多非国民党支持者认同这些议题 谈到这次台北市长的拉锯站 台湾非盈利媒体报导者 与数据公司报导指出 国民党候选人 丁守中的网络声量只有17.1% 却能与网络声量高达60.74%的 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 在实际开票时 形成拉锯站 最后拿到40.8%的得票率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认为 网络声量跟得票率并无直接关系 以台北市长的选战来讲 柯文哲的网络声量 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高 除了韩国瑜以外 其他人都难以望其向背 但是丁守中除了网络站之外 组织站街头巷弄传统文宣 都十分努力 在网络声量上来说 的确只有柯文哲和韩国瑜 能吵出话题 然而 与其把丁守中的成功 归功于实体站 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看 倒不如说是 国民党在网络上的操作 对选民的投票行为 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数据分析公司 思维策略的研发长 谢一平表示 他们在选前十天 进行的民调发现 前九天的各个候选人支持度都相当稳定 仅仅在选前最后一天 也就是11月23日 国民党丁守中的支持度突然异常下滑7% 另外两位候选人的支持度却没有因此增加 他说 我们因此推测 这很可能是因为 选前最后一天 各位国民党的基层候选人 在网络上大力催票 站满了国民党支持者的版面 形成了一堵墙 把我们公司发出去的民调资讯 党在外面 在两党主导的政治生态当中 无党籍的柯文哲若要胜出 是必须要从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支持者中 瓜分选票 长期而言 民进党支持者有三到四成支持柯文哲 其他四到五成稳定支持姚文志 原本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言论 很可能是想要拉拢蓝赢支持者的选票 但是结果证明并未成功 2014年 国民党的连胜文竞选台北市长 民进党没有派出候选人 做他的竞争对手 当时连胜文的得票率 可以说是准确的估计了 柯文哲当对手的情况下 蓝赢的政治板块大小 而现在 丁守中的得票率 跟当时连胜文的一模一样 可以知道这一次 丁守中之所以能和柯文哲拉锯 并不是他抢到更多票 而是他没有丢失蓝赢选票 谢一平解释 网络上关于韩国瑜的讨论 不仅是高雄市 还拉抬了全台湾各地 对于国民党的讨论热度 因此让同温层的偏好走出虚拟世界 进入现实世界 影响投票行为 在网络声量上面 8月到11月 韩国瑜的讨论度一直往上冲 在网络上产生了一个够大的力量 扭转了投票行为 让过去投国民党的人 有理由继续投国民党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 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 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